讲到这我就很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两个其实是很爱斗嘴 那我们个性也很不一样 可以说她 她是在前面冲 然后一直想要冒险 那想要这个创造新的大的局面 那我有时候就是 在当那个泼冷水的人 所以我们在会议上的互动 有时候员工也会觉得很好笑 就是我们常常在斗嘴这样子 那不过 笑咪咪的斗嘴吗 你现在这样 对啊 那总不能真的发起脾气来 那但是我想我们两个 因为一路一直一起创业 所以基本上的默契还蛮好的 那有一次我们在那个 内陆那边的一个节目叫对话 那他们最后呢 就设计了一个游戏 来测试我们的这个默契 那设计了一些题目 比方说这个我们家的牙刷呢 是头放在底下还是在上面之类的 这种小题目 然后让我们 觉得我们竟然百分之百通过 真的 所以他们也蛮惊讶的 那大概大概是我们大概默契还不错 所以彼此对对方的生活细节 其实很注意的 对 你要很pay attention 才知道说生活中很多的小东西 它是怎么样呈现的 然后大概就是说 大概我们还蛮常常一起沟通的 因为张明正他是很爱沟通 也很善于沟通 他会把他的想法观念 不厌其烦地告诉你 那我想我大概还蛮有耐心 去听他讲话的 然后再把他的意见 分享给底下的人 大家一起工作 所以我想大概是这样的工作模式 大概我们两个也还蛮享受 大家一起